欢迎回来继续听我为大家讲解Motion5动画基础课程 我是马志凯 那上节课我们已经讲解完了复制器的动画案例 通过上节课的讲解 相信你对复制器一定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剩下的就是需要你能够在课下多多的练习 把我在课上做的案例重复的操作几遍 并且自己去发挥创造力 多建立一些好玩的动画效果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就要为大家讲解的是发声器动画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都要讲解哪几个知识点 首先,第一个 要为大家讲解的就是数字发声器 这个是最最基础,也是很常用的 第二个,再来为大家建立几个简单的发声器 好,第三个是比较复杂的粒子发声器 粒子 发声器 好,这就是发声器的三个案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案例都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动画就是数字发声器 然后是简单发声器 最后一个 这个效果大家能够看出来是一个粒子发声器 好,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数字发声器 也是比较的简单 那么我们下面就直接进入软件 好,我们来到Motion 5 我先添加一个群组 在群组中编辑出一个句型 是为了让它有一个背景的颜色 好,选择属性 我们修改颜色 把这个句型改变成一个青绿色 好,新添加群组 那我们来到资源库 发声器 下边有全部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 这些全部是我们资源库中的发声器效果 你可以逐个的点击进行尝试 或者是预览来看它们都是怎样的效果 好,那么下边我们就要选择这里 数字发声器 把它拖拽到新的群组里边 好,选择数字发声器来到检查器 下边这里就有了文字发声器的编辑项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这里有很多的可以更改的选项 第一个是激活 我来讲解一下激活是什么概念 如果你没有选择上激活 就像这个样子把它勾选掉 那么它的值将是一个恒定的值 我们把数字放大一下 能够看到它始终就将是47这个恒定的数字 我们修改项目时长 好,那么这是没有激活的状态 它始终都是一个47的数字 那么下边我们把激活勾选上 在这个地方有开始有结束 那么我们对开始数字和结束数字进行编辑 好,我们来播放实现 看到此时 此时这个数字就被激活了 它就可以循环的播放 有一个数字上的1到300的变化 对吧 这是数字发生器 那么在下边还有更多的选项 可以选择小数 还可以选择最小位数 这些都可以通过文字发生器中的选项 来进行编辑和调整 好,现在来看格式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希望它是简单的一个数字的话 还可以选择 例如货币百分比 科学技术法 什么拼出二金制 十六金制等等 这样的其他格式的数字 那我们更换一个 试一下选择货币 看到它此时就出现了一个人民币的标志 那这个发生器还是非常常用的 如果我们需要建立数字这样的发生器 或者是一个百分比 那它都可以在这里进行编辑和建立 那这个效果就是发生器中最最基础的数字发生器的效果 那相信你在看完这段教学之后呢 一定能够做出一个简单的发生器 那下节课我们将要尝试建立其他的简单发生器 那么不要忘记课下要记得做作业哦 好 我们下节课见